虽然农历春典已经过了 但是为了让小朋友了解年的由来 海好书屋特别举办了绘本同乐会 邀请到老师分享年寿的故事 从悄悄打打赶走年寿 发挥创意 发享年寿的面具等活动 让大小朋友共享欢乐的亲子时光 以孩子好 我们就好为初衷 在2017年创办的海好书屋 在四周年之际 落脚选址在市区的明里路重新开幕 3.0路错趴 除了展出水下摄影师陈文化 一起悬浮的片刻作品 也邀请慧本老师分享年寿的故事 今天在海好书屋 我为孩子们准备的是一本 关于年寿的故事 虽然年已经过了 但是这个故事非常受小朋友的喜欢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会设计小朋友可以敲一些乐器 赶走年寿 然后也会设计另外一个小游戏 就是趁年寿在睡觉的时候 小朋友可以偷偷偷偷的去把压睡弦给偷拿过来 另外也有设计一些刷金的活动 然后还有一些超级乐的活动 让亲子可以一起互动 最后呢也会设计一个年寿的面具 那小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去想想看他觉得心目中的年寿应该长的是什么样子 小朋友手上拿着乐器敲敲打打 从赶走年寿开始 然后加入魔术的元素 与小朋友同乐 也让小朋友发挥创意 想象年寿长什么样子 在讲年寿故事的同时 融入环境教育议题 添加多元欢乐的桥段 也增进亲子相处的时光 更多活动讯息 可收取点书粉丝页 还好书屋 记得这场方言华临时报导